陳時中單純以造勢活動他的遊行 非常成功 但是當民進黨的造勢越成功 你會不會刺激藍營氣泡的效應 講安有沒有年輕學標 他是大過他們 其實他的基本盤還是可以接近於40%左右 比較接近勝選的那個數字 其實國民黨打疫苗的過程當中 其實效力並沒有想像的大 但疫苗為什麼會變成效應這麼大呢 第一次是慈激的執行長 引起軒然大波 那第二次引起軒然大波是什麼 日本開放高端不在裡面 然後要去日本的要做PCR 多花3500塊 整個的效應就被拉到最高 那疫苗當然是一個陳時中 一直在調限選舉不利的因素之中 幫我學院員去帶了以後 突然高端公布的價格 他被質疑的價格 然後還有一次說 胡說我不是保密30年 是封存30年 結果審計部的報告一出來說 是保密30年 大家又誇然了 當然陳時中有去解釋了 這個審計部寫的是不對的 等等的一個因素了 但是這一些解釋 跟整個的疫苗合在一起 你已經變成一個 然後最近的那個前客說 前客是什麼 前客是來做生意賺錢的 王必勝說我們不方便講這些來幫我們的 前客跟幫我們的是不一樣的 一直解釋一直在拉拉拉 要把它兜在一起 我覺得我每次聽他們在各自的講法裡面 就出現一直不斷的出現 好像你們的邏輯對不上來 當你對不上來的時候 如果台北市的選民一直在看這件事的滾動的過程當中 一定對陳時中產生的是不利的狀態 就是他不支持陳時中 他可能對於這個議題是相當敏感的 他本來就存在疑問 結果你又一而再再三被挑起來了 就是說他的戰略到後面一連串錯誤的時候 幕僚裡面曾經有個構想 就是要擺脫指揮官走向市長的大格局的方向走 然後你就看到蔡英文 陳建仁都說要開始幫他站台 要來幫陳時中的防疫指揮官 當時做得好的要來告訴選民他做得多好 那你就發現奇怪你不是要擺脫 怎麼你們上面又要來講 他的到最後就是你的角色 你的戰略到底要不要跳脫 一直在那裡面糾纏 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糾纏 這個東西對陳時中來說相對他比較不利 因為我們常說仇恨值 當你的仇恨值拉到最高超過五成 那換言之是你的票源拓展被萎縮 如果你的仇恨值只有20 那你相對有80的票源拓展 所以你看到了蔣安安雖然沒什麼大動作 沒什麼太多的選舉作為 但是他做到一件事就是盡量不犯錯 不可否認陳時中單純以造勢活動他的遊行 算不算成功 非常成功 但是在台北市沙喀都的時候 當民進黨的造勢越成功 民進黨人數越多 民進黨拉到越高的時候 你會不會刺激藍營的擔憂感 如果你刺激到藍營的擔憂感的時候 氣保的效應可能會加大 2020年 韓國瑜在選前之夜的前一天 在抬到那個氣勢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把綠營的支持者全部嚇翻了 很多人就說不行不行我們要去 看到前一天那個韓國瑜那個樣子 說我們要拼氣勢我們要去 很多人 根本沒有預計要去的 就看到韓國瑜那一場 以後全部衝去了 所以它是一個某種程度上 它會有一個作用力 與反作用力的問題 我們的法律規定 10天之後不能做民調 所以它整個的效應有多大 現在只能評的是一種感覺 藍綠基本盤的投票力道 綠營的支持者它是會比較踴躍性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關鍵的因素 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 這一次選舉冷 中間選民會不會放棄投票 中間選民的投票率低的時候 基本盤就相對重要了 所以這一次大家平均 我聽了聽大家估的投票率 大概會在6乘3到6乘5之間 那至於拿多少會當選 我們講幾個數字 這看第三名拿15 20 25 那我們就說 如果第三名拿15%的話 那當選搶的是要超過42.5% 就我們常說的43% 如果第三名拿的20% 那大家就要搶41% 這就是為什麼藍綠常在說 這一場選戰是38%到42%多的一場選戰 這裡面任何一個數據都有可能當選 那最後看未來第三名是拿多少% 43% 42% 我都認為是一個當選的合理門檻 合理門檻 那誰會比較接近 民進黨的基本盤 從過去的經驗可不可以當做一個參考數值 我覺得那太久了 但是國民黨的參考數值高不高 我覺得反而國民黨的參考數值高 其實它的基本盤還是可以穩定接近於40%左右的上下擺動 所以它會比較接近升選的那個數字 我覺得綠的基本盤大概還不至於接近40% 就是說它大概有35%到38% 但是比較接近的應該是國民黨 那這裡面接近的國民黨就回過頭來談到一件事 投票率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就關鍵了 綠營的投票率會高 藍營的向來都比藍營高 所以為什麼會說投票率會成為一個極大的關鍵 就是大家比基本盤的時候 基本盤的投票率 大家先來比誰高 我基本盤40% 但我投票率只有8% 他38%他投票率9% 你反而輸 所以投票率會變成一個極度的關鍵